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暴力对决 排脱山少主和对面 紫金城紫末的三公团队相遇了默契少年群 以前我老是把排脱山他们叫做第一三无礼 这年头都叫对面是第一三无礼了 有点失利眼了 不过整体的就是投资来看 对面是要比观察方更多的 但是一旦双方打起来 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 你能不能多出几次163 或者是出的是不是那么的关键 或者是场上宝宝的神佑 以及谁的速度更快更慢 这些都会影响到比赛的进程 就不单单是投资的问题了 因为本身双方都很强 本身双方都很强 都是一把虎阵 都是一排的硬身宝宝 开场翻江脚海 对面是拿到了华生寺和地府的一个速度 人家一二速 观察方这边是拿到了两个林波城的速度 失火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那就看双方怎么来了 一把翻江下去 对面是走了一把破碎 但是他摩的速度 所以观察方林波城已经把自己的战役消耗完了 对战方走的是一个点啥路线 观察方打的是面伤 开鬼眼 对面走的是一个点啥路线 疯狂阴机五千三 双方打法失落 和他一样 高连高功林中鸟的宝宝 对两方先把观察方林波城拿下 但是林波城第一是战役也用了 第二是 反正没有小错 只要小爽不中 这些都无所谓 对于三宫队来说 他们打失战 那就是家常便饭 高连高功带林中鸟 一下 两下 林中鸟 再来一下 打鬼眼 对战方也是同样的方式 把鬼眼打伤 也得把观战方的这些隐身宝宝 亲一亲 拉西林波给了一点超级战役 在卡格兰因为被破碎过 他是没拦的 小爽 感觉双方 换了一下回合数的操作 第二回合观战方选择了一波点杀 而对战方打鬼眼 可能要打面杀了 来一把破碎 怎么 你看对面打面杀了 观战方开始打点杀了 双方互换角色了 那整体看下来 双方的操作还是一样 只不过是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 调换了一下 对面第一回合玩的点杀 观战方是第二回合玩的点杀 这个操作互换了一下 起 被反弹出来一个 163 再飞一波 5800 再飞一个 5号位 剩佑了 这一波下来 可能对面更赚一些 不过还那个问题 就是由于对面是有一二输的 就打到后边 人家磁行 观战方可是没招啊 对吧 三攻打三攻 磁行也算是一个家乘便饭了 那观战方也是把对面的 凌波城拿下 也是没有中小死亡 修罗咒反弹伤害 最高是可以反到一个1400血 最高1400啊 伤害越高 反弹的越多 最高1400啊 那是一个上限 放下头刀 再丢一丢 现在双方的话 观战方是两个尸体点 人家只有一个 又是一把破碎 占了速度的优势以后 那观战方肯定要打得有侵略性一些 那破碎就像了 对面没速度 他破碎就不像 失火有 对面失火有速度 压关战方 失火没死 对面感觉失火飞出来 关战方失火 还得再出一次163 才能顺利的飞出去 现在关战方主要是前排缺宝吧呀 飞出去了 1400 最高1400 他就恰巧被弄死了 这个也比较的麻烦 你说你不打面伤吧 你毕竟是个三无理 怎么能不打面伤 你如果打面伤的话就容易被反弹死 你这尸体单位 这玩意儿手势太好用了 你一个九转拉起来 他就1100多 1100选 反弹一下1400 你们本身都是这种高输出的三攻 伤害本身就高 反弹1400也是太正常不过的 看一下这回 如果 贴保护就没事 不贴保护 反弹1200又倒了 这地府杀两个了 对面是多这波是可以飞的 哎 反弹的1000出163了 没死 163救命 对面就是说小特技拿捏 管的方 差点三个物理系 全倒在对面的地府之下 一刀一个 再换隐身宝宝 当然这些隐身宝宝 现在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因为有龟眼 都有龟眼 笑的藏刀 没速度不好 只能是一只大实战 翻盘就靠你了 那应该是个龟宿 尸陀再倒地 宝宝再飞掉 以下 940 163了 秀罗兽太占便宜了 再换个虚名 我怎么感觉 观的方 有点顶不太猪啊 输出打不出来那种连贯性 炎罗令 破163 但是又出发了 没杀掉 再换个虚名 补刀 划真色 还是没死 观的方 选择挂了一手小死亡 观的方 这个时候依旧选择点杀化生死 一把舍身 先把自己揪起来 地幅倒地 但化生死没死 他就有机会 有机会 前排宝宝拉一拉 看看能不能把对面一个林波先砍倒了 砍倒了以后 观众好歹压力小一些 虽然小不到哪里去 但是能小一些 拉起来 拉起来 等于是 观众不敢打面上了 换句话说 就是等对面的修罗周结束再说 咱先走个点杀路行吗 那小索一样画葫芦 你挂 我也要挂 你能点 人家更能点 大家一起来点杀 效力藏刀再给化生 化生是舍身 还得求自己 浪勇 那估计观众方这个林波也差不多了 浪勇稍微伤害低点 所以没建设死 不是没反弹死 被反针死了 非得死对面 继续163 换个薰米 死前我倒地 双方都是一个小死亡 嗯 嗯 再挂尸陀也挂中了 修罗周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 感觉好漫长 这个修罗周 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 起飞 观众方师傅也被点杀 但观众方这边也是有机会 把对面这个林波城 拿下的 来拉起来 看一下 能不能捅死 捅死了 观众方两个尸体 对面力 也是两个尸体 不过人家林波可以粘起来了 啊 观众方林波还不行 人家延长了 现在游舍还是在对面 三弓打起来还是比较刺激的 小藏再挂 啊 就是这一手 变杀 这回 三千八 贴宝库 打了九百伤还不够 前排宝宝呢 也是伤还不够 那好像这一波点不四了呀 啊 就单靠一个林波 确实是有点为难他 大鬼眼 也是一把延长 还能接着点这个尸陀 其实啊 延长了 就可以接着点尸陀了 尸陀这点血 哎呀 这点血 观众方怎么才能把它给弄下来啊 哎 反弹了一下 哎 又反弹了一下 好像给弄下来了 拉起林波再秒一秒 也是有机会把这尸陀拿下的呀 来 拉起林波 反弹了两下 来个金涛诺 没点着十多秒 大哥 哎 你这个事就好像 做的不太好啊 没点着十多秒 啊 但这都是 这东西都是一个契机啊 如果没有那两下 反正可能对面十多都残不了血 所以观众方这边没点 十多秒也能理解啊 这个东西也能理解 他可能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伤害不足以杀掉十多 或者是对面可能会舍身 也可能会 卡药之类的 你一个单林波确实没法点啊 这个 因为咱们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啊 就是 可能场上看的更清晰或者是比较出戏嘛 毕竟是观众嘛 磁心 吸走 再拉起林波 化生寺 化生寺可不能啊 哎呀哎哟喂 化生哥哥这五回合小死亡倒地了 刚吸的烧煮的吧 那没有化生寺观众方打不了 这玩意儿太关键了 打到现在对面也是顺利的拿下 顺利吗 其实还挺顺利的 这场比赛 看上去很焦灼 实际上也没那么焦灼 矛盾文学啊 矛盾文学 小爽再把另外一个林波城杀掉 换个练习生 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谢谢兄弟们了 三个小手 这一波还是对面拿下了 双方在一起打的话 胜负参半吧 就一半对一半吧 拜拜